謝謝主席 主席是不是有請 謝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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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 你現在擔任民進黨的仲裁委員 表示你跟民進黨關係密切 但是你剛剛自己口頭還說 你是超出黨派 你覺得在司法院組織法第五條 大法官必須超出黨派以外 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 你做得到嗎 當然做得到 好 你回答的口氣 非常的堅決跟肯定 本期就來檢視你的政治立場 其實從剛剛上一場 曾明宗委員的巡打裡面 發現你是有政治立場的 第一個我要問你的是 其實在P碼卡管上面 你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 你高分貝的批評馬英九 剛剛你說是為了學生的安全 我聽了覺得你真的很敢講喔 事實上在這樣的一個事件當中 大概可以發現你的政治立場 偏綠色 毫無疑問喔 在批評馬英九的時候 你大聲說台大法學院沒有把馬英九交好 你在發表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先請教你 你是哪一年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我當時並不是說我沒有把馬英九交好 是我們指的 因為我當時是台大法律學院的任務 我們有沒有包括你 這個整體 我們有沒有包括你 當然是有啦 跟何況你是哪一年畢業 你講都不敢講 你是1980年畢業的吧 馬英九是1972年畢業的 就一個學術上面的倫理來講 你是晚人家好幾屆的學弟 你又不是他的老師 你當時有什麼樣的立場 去講有沒有交好的這一件事情 而且還說我們 你真是好大的口氣 大言不慘喔 這個就是你政治立場表露無遺 第二件事情其實從卡管案 也看到你非常鮮明的角色 你在連署的時候 提到說 校務會議的決定 不僅展現民主失靈 專業空白 更是法治沦喪 深感難堪與遺憾 你連署了這份文件 我請教你 現在管中敏是台大的校長 你接受還是不接受 在這個程序上 他已經這個教育部同意任命他 因此他是屬於台大現在的合法的校長 所以當時你連署這份文件還提到法治沦喪 這不是對你自己法律專業的踐踏嗎 如果你現在認可了管中敏 當時你發表這篇聲明 不是代表你打臉了過去你自己嗎 不是 這個當時是在教育部還沒有任命之前 那你怎麼會雙重標準呢 教育部的有沒有任命 跟你的學術立場 你的專業立場 你可以這樣子匹變 所以教育部的這個任命 其實基本上我也不贊成 但是我必須尊重教育部的決定 所以你根本不是一個 基於可以遵守法律的人嘛 那你指出來 教育部哪邊違法 特別是台大的這個重啟 林選的校務會議 是反對票大於贊成票 這是經過投票表決的 你竟然還講得出法治輪上這四個字 代表你心目中是有立場 是有特定立場的嘛 那你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擔任一個稱職的大法官呢 接下來我還要問你 陳水扁 你剛剛可以大言不慘的去批評馬英九 你認為你當時是一個台大法學院院長 就可以講出這樣的話 然後你再強調你是基於良知 那請你基於你的良知 來評論一下陳水扁前總統 他貪污四個案子判決定念 六案審理當中合併執行二十年的刑期 病科罰金兩億五千萬 請問台大法律系有把陳前總統交好嗎 這個並不是我要 請你本與良知現在回答本席的問題 這個當時 因為陳水扁 其實他的案子跟學生是無關的 是他個人的 我是現在請教你的立場 面對陳前總統 他犯下這些案子 你用一個台大法律人的專業良知 你很喜歡講專業良知 就請你以良知來回答這個問題 對這些問題我尊重法院的判決 你尊重法院的判決 所以你不會覺得陳水扁是無罪的 法院判決確定判決 那到底這中間有沒有經過 這個正當的程序去審理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其實也有的案件 牽涉到這中途換法 所以你這個說法跟獨派的立場 非常的貼近嘛 你還大言不慘說你沒有政治立場 有政治立場就大聲的說出來 我覺得反而沒有關係 而不是遮遮掩掩掩 自以為說自己是超然公正 事實上自己心目中 是有非常獨特的想法跟立場的 本席可以大言斷定 你其實就是一個親律的學者 而且你就是主張獨派的立場 這個是非常的鮮明 從你過去的這些主張跟看法 每一次遇到事件 你會大聲的站出來 都是跟藍營的人士有關的 所以不要再說 你是一個超然的立場 另外一個跟你個人的事情有關 昨天你被披露 你在86年擔任公費留考面試官的時候 對於自己的指導學生 你絲毫不懂利益迴避 然後還被法院認證 你這個程序是有瑕疵的 自我迴避自己教導的學生 你才擔任面試官 你是想要護航他嗎 為什麼你自己不自動申請利益迴避呢 我可以回答嗎 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吧 這個謝教授你不會不知道吧 當然知道 我可以回答嗎 請給我幾分鐘的時間 沒有幾分鐘 請你為什麼沒有迴避 簡短的三十兩分鐘 這件事情 基本上第一個 它是口試 那口試學生的名單 我們事先完全不知道 因此無從事先申請迴避 第二個 你到什麼時候才知道的 我進到口試的會場 看到被口試人的名單的時候 怎麼可能 你要口試事先 應該會給你學生的資料啊 是的 沒有 你對學生的背景都不知道 你要怎麼樣去問他問題呢 不知道當場看的 那當場我一看到 我馬上就向這個主審的教授提出來 說這其中有一個是我的學生 所以你現場有提出來 我有提出來 我們就相信你現在說法 你說你現場有提出來 所以你認為你沒有道德瑕疵 接下來我還要繼續問你 公投法的議題 你很喜歡說你基於這個良知 那我就來問你公投法修惡的這件事情 執政黨以人數的優勢 然後在臨時會快速通過公投法的修法 把公投綁大選脫鉤 而且規範每兩年才能舉辦一次 這個是去限縮人民創制覆決的權利 你剛剛口口聲聲說你是維護人權 你是本於良知 請問你面對公投法修惡的這件事情 有什麼樣的看法 呃 這件事情是大院所做的這個 又不敢評論了 不是不敢提問 而是這個不是我的職權的範圍 尊重大院所做的決定 這怎麼不是你的職權呢 那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你怎麼不尊重立法院的職權呢 那也是立法院的事情啊 你就可以說你本於良知 什麼捍衛學生的權益大聲的講話 今天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你是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的人選 所以你根本不敢批評 你一批評就會批評到蔡英文 這就是我要問你的問題 蔡英文擔任總統以來 有多少是違反民主的事情 專制的事情 所以才會在去年九合一大敗 以他這樣的形式作風 包括這一次修惡公投法 連呂秀蓮都看不下去了 這一位是你口中所謂的人權 你在乎的人權 在民進黨裡面 過去扮演推動婦女人權 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都出來的大家批評 嚴厲的批評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還在護航蔡英文 我就要直接問你了 同樣的問題 台大法律系 有把蔡英文叫好嗎 這個就如同我剛剛回應的問題 就是說 我只針對修惡公投法這件事情 你認為蔡英文這樣的舉措 執政黨這樣的舉措 把限縮人民創制覆決的權利 把原來可以每一年公投 改成兩年一次 而且過去蘇貞昌還講 公投綁大選 其實是一個讓民意直接展現最好的機會 結果著是經非 也都變了掉 你認同這樣的一個 休惡倒退的公投法嗎 你認為台大法律系 有把蔡英文交好嗎 我覺得 到底有沒有把蔡英文交好 在這件事情上 請你評論 請你基於學術的良知 來評論這件事情 這個是不同的事情 不能夠相提並論 怎麼不同的事情 本席要求你 針對公投法修惡這件事情 去評論 台大法律系 有沒有把蔡英文交好 這個 當時我會講這句話的背景 如同剛剛所說 你不要再回到過去 我再講此時此刻 你基於你的學術良知 請你評論 把公投法修惡 這樣的蔡英文 台大法律系 有沒有把它交好 不敢講 這件事情 不能夠這樣子評論 做為一個大法官的提名人 你這樣的瘋鼓 我看不下去 你根本就是非常的有立場 因為此時此刻的你 沒有辦法 不敢開口批評蔡英文 一旦你開口批評 執政黨的票不會投給你 你的大法官就會落空 你想到的是自己的官位 而不是你剛剛一開始 口口聲聲的良知 你如果有良知 這件事情的立場 這麼的清楚 你為什麼連表態都不敢 除非 你就是違反你自己口中所說的 什麼絕對做得到超越黨派 你完全是護著民進黨 民進黨的事情到目前為止 有任何一件事情 你謝大教授有批評過嗎 你可不可以告訴本席 民進黨執政以來 違憲違反人權的事情 有沒有哪一件事情 你公開在媒體上 會大肆的批評 大聲的批評 大家對你的印象 只有批馬卡管 對民進黨的事情 你哪一件事情 說過一句重話 你可不可以告訴本席 因為我的專業領域 是在智慧財產領域 那請問太陽花學運 跟管中民 要不要當台大校長 要關你什麼事呢 這是雙重標準 太明顯了吧 我是台大的老師 當然對台大的校長 我必須要關切啊 那這個馬英九的事件 就因為我是 當時法律學院的院長 是學生的大家長 我必須要保護他們 保護學生 你可以有其他的作為 你一句話 台大沒有把馬英九交好 這個就是保護學生嗎 你這是政治表態好不好 你真正的作為 你要提醒學生 注意安全 你要可以到現場 去關心學生 絕對不是回過頭 去罵馬英九 結果現在要你罵蔡英文 你一句話都不敢吭聲 請問這是什麼風骨 接下來我要問你 最近監察院去申請 這個釋憲案 關於這個公教人員的釋憲案 結果被駁回 這件事情 你的立場跟看法是什麼 監察院有沒有權利去申請釋憲 這個 對於這個 大法官已經處理過 或者處理中的這些釋憲案 那我們在這裡 不便表示任何 所以你這是統一標準答案吧 請問是誰告訴你 來到這邊 遇到這些事情 都不回答的 這個是在美國 他們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審理的時候 這個只是基本的法律常識啊 我問你監察院有沒有申請釋憲的權利 請你回答 這個在這個 有或沒有 大法官的會議裡頭 不敢講 監察院有申請釋憲的權利 你不敢講 監察院有申請釋憲的權利 這是兩碼之事欸 你真是 讓本席覺得你的專業學術 在這個部分真的是不及格 另外一個 有關於公教年改 昨天 憲法法庭開了延遲辯論庭 詹森林大法官 他就提醒了行政機關說 確保老年經濟安全無餘 要依比例原則的觀念自考 那原來考試院的版本 也去主張84歲以上的老人 基於人道關懷維持18%的優存利息 請問你支持在年改過程當中 還是要秉持人道的精神呢 這個在大法官目前生理中的案件 我也不能夠表示意見 這個又不能表示意見 連人道精神的東西 你連說出口都不敢 你還在那邊謊稱前面說 你關心原住民 你關心很多議題 你重視人權 你不會你重視人權 只重視中國大陸的人權 而不關心台灣這些軍公教的人權吧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那你前面回答本席的 你絕對可以做到超出黨派 在獨立行使之權 這完全是空話 這不是事實 所以今天這個審查我覺得非常好 讓你們這些提名人 站上這個背巡台 大家透過檢視 就可以清楚明白你的立場 我可以下一個結論 謝教授 你沒有辦法超越黨派 你現在就是跟民進黨靠攏 你將來也不會成為一個獨立行使 接著請林毅華委員 你這個請問 謝謝